欢迎两位 结婚有六年了是吧 我看资料上说 是的 自由职业是做什么呢 具体 我本身是乐队的歌手 专门做一些商业活动 您是舞蹈班的老师 是不是就是这么认识的 一个唱歌一跳舞 对 对 对 到现在还没孩子说是吧 对 结婚到现在 也已经六年多了 我现在也已经37岁了 到目前为止我感觉 一个家庭还少点什么的 感觉差一点 这又一个呗 她 你们结婚的时候 讨论过这问题吗 讨论过 讨论过 就是说刚开始结婚一两年 还是觉得都还年轻 想玩个一两年 但是到我们结婚的第三年 也是说到目前为止 我这个心结一直都没有打开 什么心结 就是结婚的第三年 有一次她去乐阳 接了一个商业的活动 结果晚上我给她打电话 发信息整个都不回 直到晚上快一点钟的时候 她才回来我的信息 那时候我就心里很不舒服 就吵了一下 但是也没怎么大吵 回到家 看到手机 发现她买的票 根本就不是去乐阳 是去常德的 她以前谈了三年的女朋友 就是常德的 这个事情你说 让我心里怎么想 你怀疑她去见了 以前的女朋友 是的 我问到她也不说 是 我那次确确实实 怎么说这个 因为是就怕她误会 去见常德以前的那个前女朋友 我个人是这么想 因为我想着男女朋友 做不了的话 因为怎么普通朋友 还是可以做 可以聊聊天 你可以直接告诉我 你干嘛要骗我 因为我就是怕你误会 我就不敢说 反正你是去那儿 确实有商业 顺便见的 还是专门去见的 专门去见的 专门去见的 专门见干嘛呢 就聊聊天 而且我也可以保证 我绝对绝对 没有做任何任何 对不起你的事 是因为这个 所以不想给她生孩子是吧 是啊 我觉得让我们有安全感 就三年的时间 这个坎一直没翻过去了 过不去 总觉得在我心里是个结 不是 你事情你来解开吗 你得有一办法 她做什么 你能解开这个结 咱们就 可是问题是 她也没做什么 让我觉得 就是可以 把这个结让我解开的 就是反正我不管 干个什么事情 她都觉得 整个就是嫌弃我 也就是说从三年前 她背着你去见了 她的前女友之后 你们的婚姻生活 就不好了是吗 是的 那调整啊 她这三年都做了一些 什么努力呢 做了努力 但是她现在感觉越来越 变本加厉了 她现在还 就是还开了一个培训班 不是开培训班不是挺好 为什么用居然这个词啊 因为说实话 你像以前没有演出的话 就待在家里 两个人能够一起聊聊天 什么东西的 然后我现在每天 基本上一起床 没看见人 可是我开培训班 说实话 也是为了我们两个 有一个稍微稳一点的收入 她现在做这个唱歌 要是忘记的话 可能就是 每天演个一场到两场 赚个几百块钱 千万块钱 要是运气不好 要单击的话 就是有的时候 甚至一个星期 都没有一场 收入就不稳定 要加上她说 要我给她生孩子 万一生了孩子出来 孩子吃啥 你还是想给她生孩子的 我是被她逼得 没有办法 她现在就是 在我整个脑子里面 就是生孩子 生孩子 生孩子 所以你开这个培训班 也是为了生孩子 做准备 怎么说呢 可能也是因为 我们两个 就是现在目前的关系 确实比较僵 说自私一点吧 第一个我本来就是跳舞的 我想继续做 我爱好的事业 不想太过于找得生孩子 当初答应我 都是三十岁 答应过 答应过 可是我不是培训班 去年才刚刚开始吗 开始的阶段 肯定想做好一点 其实我可以 不用让你开这个培训班 不是 让她开不挺好的吗 夫妻来一起干这个 多好啊 等于对一个买卖 我指着我那个朋友 那真的骂得好过分的 真的你说我朋友 也是为了我好 希望我多赚点钱 是不是 你没逼啊不 然后就反正就是骂他 说什么 我们两个是离婚了 干嘛就去怪他 你说以后我面对我朋友 你的合伙人是吗 是的 男生女生 女生 你骂一个女孩子你说 因为我觉得我那个时候 我确确实实已经很气了 我那个时候 我不能管她是男的女的 她已经明确知道了 但是在我知道的情况下 还叫她去做这样的事情 我感觉是她的影响 我们两个夫妻间的关系 明白明白明白 然后呢 然后她骂了以后不解气 好大一面那个镜子 走的时候不杀气 还拿一个凳子 把那个镜子全部砸碎了 当时我把别个 真的是吓得要死 那可不是吗 你说你当时不支持我 你就算了 是不是 我退一步说 我说那我就让一步 我说我在家里可以 我说你最起码 要办一份稳定的工作 哪怕就是说 你去卖房卖车 至少每个月 有稳定的收入对不对 你希望她不要再干歌手了 对 你也愿意给她生 也愿意不开培训班 是的 我愿意苦一点 这不挺好吗 但是我们从认识到现在 她也喜欢听我唱歌 不是 你可以在家里给她唱啊 这是我自己的一份爱好 一直在做 那就不要孩子了 那也不可能 那还要命了 就什么都得按你说的来呗 对 对 这是真相 是对 她说要生孩子 我说你要不把酒给烟借半年 她也不肯 我说那你要不找你爸妈 去要点钱 付个房子的首付 她也不肯 你说我生个孩子干嘛呀 不不 你们现在住哪啊 租的房子呀 一个女人跟你 在租的房子里面 生活六年多好啊 我说实话 我是这样子想的 我觉得一个男人就说 买房可以 我也想买房 但是我现在没有买房的这种动力 别扯了 不是想当爹吗 那还不够动力吗 这个动力是 如果孩子出生了 我 你这还不见兔子不撒鹰啊 你这玩意儿 因为我 我觉得孩子出生 是给我一种奋斗 能够加油的一个动力 就他不足以让你奋斗和加油 是吧 至少目前 我感觉 没生孩子不行 我的天哪 我觉得你有点不讲理 在这个时候上 我觉得没有理会 不是 你看啊 人家女人 有工作的权利吧 有吧 你有做父亲的权利 她有工作的权利 对吧 你做父亲的权利 你说人家给你剥夺了 你就剥夺人家工作的权利吗 但是我觉得 现在到了我们这个年龄 我觉得这个事实 应该算是头疼大事 因为她也31岁了 如果还过两年的话 我觉得 你可能会变 那你现在就玩命 对她好 让她给你生呗 你对她好不就完了吗 对你好吗 好 其实早生了 一定不好 她现在又有点 而且还变本加厉 以前至少就是出去 不管干个什么 都会发个信息 打个电话什么之类的 现在整个就是 信息也没有 电话也没有 天天出去给她朋友喝酒 聊天 打牌 因为我一天到晚 看不见你人 我眼睛睁开你不在旁边 到了晚上 我做实话 我在家里一天 一口热饭 我都吃不上 然后家里的家务 衣服什么东西 都没有人管 那你跟你朋友 出去打牌 喝酒聊天 那你为什么 还给别的女孩子 我真的是不想说了 我前一个月 在她手机里面 还发现 她开了一个微信小号 那个微信号 家的所有的 那个女孩子 都是蛮年轻的 而且没有我一个认识的 你说她飞的干嘛 背着我进了微信小号 这是为什么呀 解释一下 因为很多事情 说实话 开那个微信号 小号纯属也是无聊 纯属也就是开开玩笑 我也没做出任何 实际上的出轨 或者是什么 我也没有 你叫宝宝 吃饭了没有 那还要怎么样 才算是过分的理由 开玩笑啊 难怪她不给你生娃呢 下面怎么打算啊 反正我现在 还是不想生孩子 我觉得她还是 没有给我一份 我觉得让我有安全感的家 明白了 女生觉得 生孩子的时期 不够成熟 对吧 是的 你是觉得 到了这个岁数 不生有点说不过去了 对 而且我看你把 很多生活里的事 全部归结在 没有孩子上 是吧 对 你要有孩子了 你就认真工作 对吧 你就追求了 你现在没个孩子 所以你没有追求 因此你才喝酒 因此你才回家晚 是这意思吧 好了 两个人将这儿了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结婚三年了 还去见你前女友干嘛 我因为就是朋友 当中聊聊天 说实话我没有 结婚五年的时间 还忘不掉你的前女友 你觉得是负责任吗 而且在话说回来 你现在想当爹 你有做过任何 做爸爸的准备吗 好 这些都不说 最重要是你没有一个 做爸爸的态度 不是他不给你生 也不是说他不想生的问题 最重要是你这儿的态度 你说跟那些女生聊微信 开玩笑 你用三个字开玩笑 那我告诉你 婚姻也会跟你开玩笑 你用什么样的态度 对对方 你就会受到什么样的惩罚 如果你要是想要孩子的话 要先端正你自己 做丈夫的责任 不要把女人当作 生孩子的机器 当然结婚是想要生孩子 可是没有一个女人 为一个不负责的男人 生孩子 这个是义务 没有 然后女生这边 我想说一点 平心而论 你可能真的是 还没做好 生孩子的准备 你害怕生了孩子 耽误你的事业 身材走样 这是所有女人 在生孩子之前 都会出现的 心理挣扎的过程 但是最重要的是 生孩子的前提 就是看她的态度 她有没有做一些改变 实质性的改变 哪怕一点点 先把燕戒了 然后给她一个机会 这样的话 你们的婚姻 才能继续走下去 才是一起往下走的 这样的一条路 否则如果你一直 纠结于之前的事情 一直拿种种的问题 当作不生孩子的借口的话 最后两个人会越走越远的 当然坚持自己的事业 我很支持你 好 谢谢 好 谢谢张老师 来 许总 你们夫妻之间的问题 仅仅就是要不要孩子 什么时候要的事吗 不尽人 还有你们个人需要 和家庭需要的 产生矛盾的事 男生一看就是大男子主义 这个家我说了算 我不需要你去工作 我需要你给我生个小孩 我需要去跟别的异性 开开玩笑 没什么大不了 所有的这些事情 说得好轻松哦 你想过拿小号跟几个 异性暧昧产生的后果吗 可能你就是为了一时 图一个好玩 如果对方当真了呢 而实际上你的爱人受伤了吗 你考虑了吗 没有 考虑都是自己 我背着爱人不知道 我去见我的前女友 我什么都没做 但是我就是骗了 伤害对方了吗 小事吗 还说没事啊 在你看来 回到生孩子的事 你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你真觉得要小孩就是我 这是我的权利 是吗 我看那更多的可能仅仅是你的能力 但是你有没有考虑 如果一个女人要受孕 怀胎 生子 往后一系列 她所付出的是什么 你想到过吗 而且还有你们的结晶 出来之后你怎么去培养 你也没有做好准备 就是我需要做了 我就要去做了 这个家庭不是围绕你赚的 这个家庭是两个人的家庭 今后一定会成为三个人家庭 但是这个角色 每个人的角色都是重要的 不管你挣多少钱 不管你在这个家庭当中 是处于经济地位的主导 还是家庭事务的主导 这个家庭是两个人要共同经营的 千万不能说一时的妥协 说要了孩子 那会儿再觉得 我们彼此感情上出了问题的话 那真是既害了对方 也害了孩子 孩子这件事背后反映的问题 不仅仅是我什么时候 要孩子的事吧 是你们之间夫妻的感情 出现问题了吗 交流太少了 还有交流的冲动吗 你还有尊重对方的意识吗 去到对方的工作单位 大吵大闹 甚至于去谩骂他的 你有把他放在眼里 如果这些都没有 他凭什么要为你生个孩子 所以先做好你爱人的工作 这是什么工作呢 你得让他开心 让他心甘情愿 突然有一天他说 老公我现在特别想跟你生一个孩子 因为我觉得我们的爱到位 就这样 好 谢谢 谢谢许多 来 附老师 自己的女人不愿意 心甘情愿地为自己的女人 是我心甘情愿着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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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